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請那個主委 請主委 主委好 這個身為高雄市的立委 當然我們一定要為名喉舌 那在高雄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這個 罷免進入到第二階段 他們正在審閱這個審查這個 第二階段的連署書 但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市民跟我們反映說 他們的罷免權利正在被 這個縣市選委會去影響了 他們的這個罷免權利 所以這個地方呢我們 以下就是跟您直接做這樣的舉證 還有一些若干的建議 我們看到說高雄市選委會涉嫌行政不中立 有幾項的情況 第一個 陳雄文是現在的主委 副市長 他說 他就先放出一個消息說罷免要花 8000萬 高雄市政府可能要舉債 形成了一種輿論的壓力 然後呢他在第一階段的時候呢 他自行剔除1348份的 提議書 比例高達6% 待會我會針對這一點的進一步說 還好中選會有把關啦 要不然他本來是要剔除1萬多份的 另外呢 他不斷的提醒 市民日常生活中要謹慎提供個資 如果被冒用 未來他會加強查對 那這一點我待會也會告訴你 他現在可能要查水表了 再來呢他還限縮認定罷免連署的格式 剛剛我看那個陳鈺貞委員的質詢 大概也就是陳雄文的說法 然後呢他還稱光復高雄總部 也就是郭建謀議員借給他們做連署的空間 違法揚言要開罰100萬 然後呢這個陳雄文甚至比喻說 這個警察加強取締酒駕 認為他行政不中立的人 都是喝酒開車的人 然後再說警察囂張等等 這是以上我們認為他涉嫌行政不中立的言行 我們看下一頁 其中具體的細節我們再來看看 你知道他多麼展露他的行政他要不中立 在第一階段的提議的時候 剛才陳鈺貞委員就代替了陳雄文 他所有的問題都是跟陳雄文的一樣 他正式其實有行文你們中選會說 不到一年就擺攤連署違法嗎 不到一年就簽連署違法嗎 連署人的日期或其他人寫日期違法嗎 名單統一寫單一日期等等等等 到最後第一階段的那個部分 他在12月27號問的時候 其實你們在這個12月31跟1月7號 就回函給他了嘛 你們的回函說提議人名冊填造日期 非法定查對項目 認為他們所質疑的內容沒有違法的問題 都有效 我說的是提議 提議的部分 然後呢給他們1月15號呢 還是堅持把所謂 什麼基本資料跟筆跡不同 756人 你剛才也回答委員講了嘛 你其實最後只要是你親筆簽名就可以了 他堅持還要跳出毛病 說這有756人 然後日期是用蓋章的有3265人 然後領嫌的英田嫌日期 他們研判不到一年的就有7143人 他還再來問你們 問了你們以後呢 你們在1月17號還是跟他回答 你們認為說 這些都不符合公職人員選舉報名法第79條 英語刪除的理由 他們要刪多少耶 他要刪11164份 幾乎就是要把這樣的一個權力把它做掉 還好中央中選會有把關 要不然搞不好我們都進不了第二階段 好那我們再來往下看 那好啦進入到第二階段啊 如火如荼連署啦 不到一個月就簽了五十幾萬份 五十幾萬份我讓主委知道 他簽署啊那個什麼 岩城的岩啊 六龜的龜啊 鳳山的鳳啊 有的老人家他就寫了十次他都要把他寫清楚 這個強烈的名義 結果呢現在送到四十萬份 先送四十萬份過去 他就陳雄文就開始這個 怎麼講這個 不斷的求援兼裁判 然後他就講到說 這個查核他一定要去比對 然後呢這個比對要嚴格 好啦這就傳出後面這張 你看這個單子了 這個是某某選舉委員會的查詢單 要開始查水表了 他說啊我本會辦理這個案子喔 你要誠實回答 這上面是不是你親自簽名等等的這些東西 但你真的問他 標準在哪裡 他也沒有標準啊 他愛記就記 愛記給誰就記給誰 那這個時候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些地方的里長 地方的生意人 他就接著說 哇 起建復都知道我的資料 來跟我們問說 他會不會勾 不是我寫的 他想盡辦法 他也不要讓市政府知道 所以為什麼很多的委員只告訴你說 他把從秘書長換成副市長 當這個主任委員 是非常有問題的 我們再看 往下看 雖然剛才主委你站在法律的解釋 你說選舉也是這樣嘛 現任的市長有時候也會派秘書長或副市長當主委 這個我懂 可是這畢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被罷免者的副首長 擔任選委會的主委職務 沒有錯吧 這是第一次吧 主委 史上第一次嘛 對 可是這跟選舉不一樣喔 選舉是說大家都一定可以選 只是說選母 交給這個委員會 地方的委員會 去執行 怎麼排這個部分啊 怎麼去投票啊 像剛剛討論很多 要不要掛口罩啊 要不要消毒啊 就這樣而已耶 可是問題是 罷免跟選舉不一樣 這個主委跟他的選委會握有 這個罷免案 可不可以去投票的審查權力 我們的梗蓋在這裡 所以才會有陳冠榮去跟大家檢舉啊 說這個東西是有違反行政中立 要迴避對不對 主委啊 現在這個案子辦到哪裡去了 他們已經有申請迴避 要檢舉陳雄文嘛 是的 我們剛剛收到 所謂依法來進行審議 好 你們是有權利審議的喔 你們甚至我們的法條規定 公職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七條 你們如果真的把它予以做了一些處置 他們不符 他們當然可以有任何的申訴 就代表你們有這個權利 所以請你們一定要 依法審慎的去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好 那再來 我們要看到 陳雄文面對他的質疑 因為他太昭然若揭了嘛 完全展露他 他想要杯葛這次罷免的新證 他就強調啊 他說我當這個主委 說法律有規定啊 剛才那個李主委 你有講說法律有規定 OK 法律是怎麼規定 我先講 回到上一頁 國民黨的議員甚至揚言說 你過半了 你民進黨過半了 你覺得這個不好 你改法律啊 可是我跟主委說 我的看法不一樣 我給你看下一頁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提報 擬任委員的注意事項 依母法定的這個事項 裡面陳雄文只有講到前半段 他說第二點第三款 尼任主任委員選 因由各所在直轄市縣市正副首長 牧良長擔任 他是算副首長 問題是後段怎麼寫 後段寫說 但卻因情形特殊 得序民理由 佔由委員代理主任委員職務 代理期限 並以一年為限 代表這個法律的精神 是說 如果有特殊的情況 我也可以不要由首長 副首長或幕僚長擔任啊 裡面也有五黨籍的學者專家 來做處理 所以呢 我們再回到母法來看 這個母法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 陳雄文 依照選霸法第八條 第五項 他並沒有公正 依照法令 行使職權 依照行政程序法 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 他沒有回避 他的這樣的一個中立 所以呢 他認為對執行 職務已經有偏領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請您回答 要靜請您的是說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 法第八條第二項 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 是隸屬 中央選舉委員會 他的所有選舉委員會的人 是由 中央選舉委員會 提請行政院院長 派中之 所以依據這個母法 依據剛才那個辦法的精神 我要請教主委 如果你們認定 他有違反行政總理 是不是可以把它撤換掉 改由選委會裡面 五黨籍的專家學者 自己起碼是不是官派的人員 不要再讓他們 求援當裁判 不要再讓他們 阻擋高雄市民 行使罷免案的權利 可不可以 謝謝委員 我先就最後這個問題 來跟委員做報告 然後我們的主任委員 在派任之後 當然也可以 可以依具備特定的條件之下 我們報請行政院來免派 但是他必須符合法定的要件 就是說他必須要違法實質等等的狀況 那到底有沒有 這是大家可以去討論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點大家一直在質疑他的這個公平 當然啦不同的立場會有不同的看法 今天在中選會的立場上 我們完全跟高雄市選委會站在一起 在什麼基礎上站在一起 在法律的基礎上 就是必須要依據法令 超出黨派以外 要公正的來執行我們的選務 另外一點可能大家講 他講了很多話什麼 我是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但是我在此要公開的 要求我們所有的選務人員 尤其是高雄現在在辦這個罷免 非常的這個敏感 對立非常的尖銳 我要求所有我們的選務人員 要謹言盛行 以免這個自憲紛爭 好 謝謝 謝謝主席給我最後幾秒做結論就是說 主委你堅持用法律 不管藍綠的立委問你 我這一點我很尊重你 但是我剛才所這個講的 其實也是依照法律 我的角度的提供的見解 請您做參考 現在也有人正式監舉他不中立 高雄市民有非常多人認為 他的罷免權利受到影響 請你們可以秉持的職權 秉持的法律與的依據 好好的讓高雄人 可以行使他們應有的罷免權利 好麻煩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主委連續兩個委員 本席跟趙委員 拿同樣的證據 來證實這個選務不中立的嚴重情況 所以主委還是要強勢一點 能怎麼樣導正讓社會和諧 讓全務重立 還是要麻煩主委 既然說已經要開始開協調會 好 謝謝 對不起 我們接下來請李貴銘 李貴銘 李貴銘 李貴銘委員不在 請張其露委員諮詢 李貴銘